这里在铜河湾避风堂那边走过来, 过了马路就见到东岸公园, 这个就是兴法街,兴法街走过来,直走过去就是了, 我们看兴法街这边, 这个就是维园了,维园走过来这边, 过对面直走就是了, 这里是消防局,消防局这条路直走我们不进维园, 我就经避风堂,走到尾, 刚才我们在东岸公园, 即是北角铜铐湾那个公园, 走过来这边,水上天候庙上岸庙未进过去, 应该未开放, 那我们试试在这里沿着这个, 避风堂,我们走到尾,看一看, 这里就是天候庙对出, 上岸庙那边, 很多东西都未弄, 未开放, 这里以前是一个船厂来的, 就专专是接附近的游艇这样做的, 后来就生意少了, 在这边的桥椅外面, 你看到有些带水艇这样, 这个位置, 90年代, 大飞年代, 或者那些鸡翼船年代, 到了2000年年代初, 很多走私船捉到之后就拉来这里, 等充公,等卖, 通常就等不到去卖, 因为上岸之后, 在这里等它呕呕呕, 这里是扣留中心, 什么叫鸡翼船呢, 就是那些很旧那些鱼船, 或者是木的货船之类, 已经铲到再来沉了, 再鸡翼, 即是载一些雪野, 那些甚至是水果, 走私北上, 走一次, 回去不沉的, 就回来, 再走第二次, 通常走三次就已经赚特了, 船沉了都无所谓, 所以它叫鸡翼船, 其实警方海事处都会难以, 因为船都差不多沉沉的, 而且这些鸡翼船是走私分子买回来, 就要去海事处出, 有一张叫做, 我都不记得什么字, 走船指还是什么, 总之就要有人上去验角, 证明船不会沉, 才让它走得出公海, 其实你按图索契要坐实捉到, 在捉鸡翼船之前, 就有很多那些大飞, 中飞, 那些就值钱了, 起码的摩打值钱, 现在这些政府已经收了, 收了这个厂, 这个船已经收了, 这个无事搞, 就做个天后庙, 我认为它装修完, 外面接接线筹款, 装修完可能又可以开放, 这样也好, 不要浪费了这些地方, 你这些被人用没用, 这个就是这个天后庙, 做得古色古香, 山菜很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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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看一看天候廟 政府打算把這裏發展成避風塘主題公園 不知道有什麼行動 肯定沒有大嫂廳賣避風塘炒蟹 剛才我們在河灣海風公園 東海岸公園的通風口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來看看這個 現在這些就是類似街道的那些 還有一些椅子 還有天橋底 主題當然是整個船型 整個三反 有幾個能力車 就放大了 好像是放大了 印象都沒有那麼高 這個大家可以來打卡 這個是買水的了 水務處 買水酒 那怎樣買水法呢 你就去庫房 買一張水飛 買了多少水 買了水飛 然後過來這裏交飛 它有條水喉 就搭到你那裏 然後開水喉 現在整得漂亮 之前就是這樣一間屋 那這個設施呢 這個設施呢 就是水街 為什麼叫水街呢 Water Street 就是 亦都是有個賣水站 你看到這裏 有條水喉搭出去 沿途有些打卡 就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了 這裏就開始是 就是 讓你走下去 接近一點點的水 其實這裏 如果水漲就無所謂 現在水退 你插錯腳下去 都會骯髒 這樣都沒事的 你自己小心點 這裏一路下去 去到遊艇會那邊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如果大家來了 看到前面 前面有個行人天橋 有個便梯 就在維園那邊過來的 可以在那邊走 那條天橋過來 游得 那未擴復這個行人路之前 它是怎樣呢 就是窄窄地的 大家看到前面的輪椅 那條輪椅 就是那個行人路 來的 範圍 那外面就是全部是草地 兩邊有很多樹 這樣就很美的 好像樹蔭隧道那樣 現在都拆了 斬了 擴闊 那變了反圍 就是 少了樹 這邊就很熱 地下真的爛肉 在這裏 過去維園那條天橋 就算了 也不確定